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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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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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很大,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情,我常开一个玩笑话,莉莉,请问到底男人比较始终如一,还是女人比较始终如一? 一半一半吧,我现在的感觉是这样 其实从有一个方面来讲,男人始终如一,怎么讲呢?20岁的男孩子喜欢20岁的女人,30岁的男人喜欢20岁的女人,40岁的男人还是喜欢20岁的女人,50岁的男人还是喜欢20岁的女人,60岁还是喜欢20岁的女人 甚至有的人到了80岁还是一样 是82岁可以去,28岁还坐鞋上送来的女人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再来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统计数字 70%的太太们,当先生过世了以后不会再嫁 比较聪明,比较独立一点 可是呢,接下来的数字就比较正硬了 85%的先生,当太太过世都会再去 另外15%叫想娶娶不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来讲,男人是比较脆弱的动物 我们比较没有办法独立生活 尤其太太们把先生照顾得越好,越有这个问题 所以呢,像我太太,二舅妈感情好得不得了 那二舅妈把二舅妈照顾得无为不至 结果哪一天,二舅妈过世了 二舅妈第一个月哭得向累人 第二个月哭得向累人,第三个月再婚了 嗯 那二舅妈的家人就很不谅解呢 那二舅妈说,我就是没办法照顾自己啊 所以这个再去,85%的事情会发生 只是这一次的事情发生的太快了而已 嗯 比较无情的早一点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面临这个问题 那面临的问题,如果没有做好安排 因为这个再去再加还会发生什么情形呢? 通常先生再去的话会去一个比较年轻的还是比较年纪大的? 年轻的 年轻的 那年轻的话当然,那先生会先走嘛 如果没有做好规划的话 太太过世的时候资产全部给先生 对 然后先生带去了以后 又没做好规划的话 当先生过世的时候 他的财产就给了第二个太太了 给了二妈 二妈了 那孩子呢? 先不要谈父母 孩子都没有 对,就苦了 苦了孩子 苦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是应该 为什么要特别注意 这个再娶再嫁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呢? 甚至来说 如果这先生再娶了以后 这个新的太太 还有自己原来的婚姻的孩子的话 那这个太太又过世的时候 就变成后妈孩子的了 更轮不到前面先生跟太太的子女了 嗯 所以这是一个 为什么规划很重要 一个很大的原因 这个事情呢 是会发生 而且85%的机会 是 只是发生的快了一点 哇 第二个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个情形呢 为什么 在华人社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可是主流社会里 甚至都不问不问 嗯 其实 这个大家要想过一件事情 其实这里面呢 有包括中国跟美国 文化跟法律上的差异 是的 OK 文化呢 怎么讲呢 第一个 中国人呢 以家庭的观念为主 以家庭的观念为主的时候呢 就花了很多心思在孩子身上 尤其只有一个孩子了 像国内太多的父母的话 孩子是可以苦任何人不能苦孩子 嗯 一切的资源都放在孩子身上 所以也有一个养孩子防老的概念 是 那在美国呢 根据基督教的文化的规定的话 其实只有夫妻是唯一的 一体的 夫妻是一体的 嗯 不是父母 不是孩子 哦 所以在美国比较没有养孩防老的概念 也孩子18岁以上 甚至很多就让他自生自殿了 甚至上大学都让他自己自足了 所以呢 也比较没有养孩防老的概念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造成两边法律的差异了 在中国 甚至在台湾 也是类似的 在中国遗产法 是当你配偶过世的时候 他那部分的财产 是看到你直系清楚 还包括父母 有几个人 按人头来分配 嗯 所以呢 今天来讲 如果配偶过世了 那你 surviving spouse 另外一个 spouse 加上父母 加上如果两个孩子的话 总共五个人的话 那这个都原来 每一个人百分之二十 哇 equally divided exactly equally divided 可是在美国 蜂窝 可是在华人的 因为文化跟法律的差异 然后再加上认知 然后再加上认知的不同 认知的不同了 但哪一边是对的 哪一边是好的呢 其实各有利弊 怎么讲呢 在中国呢 如果按人头来分的话 对父母好 对孩子好 对配偶好吗 嗯 就说你跟配偶 一起搭配在天下 将来他走了以后 你不做任何安排的话 都直接按人头来分配 是 像在中国的法律 对配偶不公平 OK 嗯 在美国的法律 对孩子 对父母 保护不够 嗯 是的 各有利弊 在美国对配偶好 但是对孩子 父母 除非另做安排 除非另做安排 可见的是可以安排的 哦 当然可以了 但是因为中国 信托法不健全 所以呢 在中国呢 你要好好的注意到这件事情 你要好好做好遗嘱 Will 是 在中国做遗嘱 才能按照你的意思 来分配财产 嗯 那在美国呢 就配合一些信托 或其他的方式 来做安排了 是 那这又衍生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美国的信托 可不可以管到中国的财产 嗯 中国的遗嘱 可不可以管到美国的财产呢 嗯 当然是不可以的 应该是不可以的 但是如果说合乎 那个地域的法律的规定的话 你可以做到 让它可以override 国家的法律吗 不容易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中国是要服从美国法的话 是不是 你今天来讲 中国 等于是美国的自等国了 嗯 那美国要听中国法的话 是不是美国变中国的自等国呢 嗯 第二个 就算法律判定了以后 你有办法咨询吗 很困难 你的法官可以带着法警 去中国来 这个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怎么办 所以一个重点是 中国要做中国的安排 美国要做美国的安排 哦 OK 所以提醒大家一下 在这里 如果你有跨国的财产 你必须做好跨国的安排 在美国做美国的安排 中国的做中国的安排 才能符合你想做的部分 包括台湾也是啊 也是如果两个孩子或以上的话 也是三分一给配偶 三分之二以上给孩子 嗯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文化跟法律上的差异 让我们告诉大家 很多认真的这种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 华人圈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但是主流媒体 或者主流媒体 根本认为这不是个事儿 只字不提 是 你现在要给问我 我们广告回来以后 我们再继续往下讲 OK好 那我们回来以后呢 再谈其他关于夫妻 还有父母子女之间财产分配的问题 即使您在浓情密意的时候 也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婚前有婚前协议 婚姻中间有婚姻中间的婚姻协议 这些都是为了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亲爱的人 所产生的这些想法 但是必须付诸行动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范语教育开课了 APSAT网络课程 全美最优 狮子团队 超过20年教学经验 帮助超过75%学生 AP数学满分 超过90%学生 SA7成绩 显著提升 今年3月正式开课 提早报名 想优惠哦 快与范语联络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详情请上美国范语集团 范语教育官网 education.transglobalus.com 货质店888-831-8868-888-831-8868 询问详情 KTSF26台兼娱乐漫谈周末 祝您寻找理财新方向 5月15号星期天 于Sennant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主办2022 KTSF财经嘉年华 虎虎生规化投资 嘉宾阵容鼎盛 王荣梅会计师 教您省税好策略 美国范语集团Philip Ho 讲解高收入高资产的传承规划 Long on Time房贷顾问 Andrew B. 探讨投资与房贷 REMAX金牌经纪人Frank Liu 教您为宋绸缪 李小薇律师分析后疫情时代 遗产及遗产税规划指南 GMCC万通贷款 分析高通膨高房价多项强大利率 保险专家Simon Chu Leverage up with more money and less taxes in retirement Tri-County Bank 区域经理Anna佐 商业贷款面面观 严介林博士分析股市流年与节气 5月15号盛大举行 免费入场 报名650-968-2000 登机103 或上网KGSF.com 在繁忙的城市 在天涯的尽头 最艰险困难的任务 启发你无所畏惧的智慧与精神 轻量化态金属表壳 搭配大师天文台认证自动上链机心 欧米加海马系列300米007版本晚表 重现007电影经典灵魂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Halo Alto史丹福购物中心 昌星珠宝 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 徐安林医学博士 讲解过敏性哮喘的症状诊断 以及治疗的方法 上海一号推出春日必吃江南风味特色菜肴 专注品质 美味传承 欢迎品尝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动贷款 Chall's Zhao 分享自雇人士和小企业雇主 如何准备买房投资 4月16日17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曼谈好时光 病情看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Julie Jo 祖传的手法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道定处 Fremont和Campbell两家诊所 约约电话408-340-5653 408-340-5653 北谷销售冠军 德里昂地产请勤奉上 5925Alpine Road Padola Valley 20英亩秘密庄园 五房四浴 两半浴 5400平方英尺 要价598万8 200号University Avenue Los Altos 尼人欧市别墅 五房5.5玉 4100平方尺 占地26000英亩 要价748万8 详情请致电德里昂地产 650-785-5822 650-785-5822 房屋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 让每一个homeowner都有机会申请到更低利率的贷款 Long On Time 贷款公司提供给您最快捷的方式 帮您了解市场内域走势 并及时提出申请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让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天请到范语集团的创办人胡振国Philip 那Philip也是我们在5月15号虎虎声威化投资 将在Sinn-Claire Convention Center 举办的这一场一天的嘉年华活动中 担任早上的一位嘉宾 那讲的这个话题呢 引起大家的这个意志 希望大家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不是说睡一觉 听完了就忘记一定要付诸行动 因为这件渣男事件的确是在湾区 引起了非常非常多 甚至律师也involved 但是I wonder 大家一定有这个知的权利 要知道最正确最完整的财务配置财产分配的这个计划 好 Philip请您继续讲 好 那你刚刚提到一件事情 他们说婚前协议 其实婚前协议或者做个别的信扰 有的时候是不是万灵单不见得 嗯 举个例子来讲 你说婚前协议的话 好 有面临的一个问题的话 如果要签的话 通常婚前协议还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 你要把你的资产全部列出来 呀 OK 那对方把对方的资产列出来 那签这个协议的时候 有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 你希望对方都知道你说有多少钱呢 哈哈 所有财产呢 不得不贪在阳光下阳 是的 第二个 尤其在婚前协议的时候 在孩子身上的话 在孩子身上的话 让孩子跟他的家里找的 对象要钱 婚前协议好不好钱 哦 困难重重 对 我们南加州有一个南湾 有一个做金融的 他刚租就是 为了他遗产 所以把他的财产五六栋房子 放在孩子底下 后来孩子呢 找了一个韩国女朋友 刚要签婚前协议的时候呢 女朋友突然哭了 嗯 就没签成 最近离婚刚花了七八百万才白天 哎呦 七八百万美金啊 是美金啊 哦 嗯 好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面临的问题 我呢 基本上来讲 把我们周遭的夫妻呢 分成五类人 五类人 五类人 其实不是一个特效要的 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 每一类人有不同的做法 举个例子 第一类人正在打拼的时候 正在打拼的夫妇 资产也不是很高 那如果这时候 太太跟先生讲说 啊 那将来我不在的时候 我三十百万的资产要给我爸妈 七十百万给孩子 那先生说 那你这样做 我也要这样做 那再来呢 你要三十百万 那我要四十百万好不好 为什么三十呢 会不会还取得一些争议呢 会的 对不对 嗯 还有呢 在中高资产的结局 像这次湾区事件呢 属于中高资产的结局的时候 其实照顾父母 跟照顾孩子 不是那么困难的 嗯 对不对 其实这件事情 据我所知 他们对孩子有照顾到 因为他们有做信托 有他太太的部分 百分之二十给先生 因为他就 那另外百分之八是给太太 但只是父母没照顾到嘛 嗯 是不是 那父母怎么照顾呢 其实也不难啊 那我们再来讲 还有另外也是那个问题呢 华人的父母喜欢用孩子的名字来买财产 或者把资产 急急忙忙转移给孩子的名下 把孩子吃苦了 又怕遗产税的问题 对不对 嗯 像这样的情绪呢 我们来说 我以前常常在演讲的时候 常常讲 太早把孩子的名字放了孩子的名下 或者在有事之前放了孩子的名下 那其实是不见了是一个对的事情 那那个时候是因为有step up的这个事情嘛 对吧 对吧 所以发的好处 但是我另外一个原因 大家可能忽略到 基督卫权讲 因为财产太早给孩子的话 他们有没有可能 花掉 造掉 败掉 离掉 非常可能 有可能 现在还多一个走掉 哦 对哦 是不是 但你们当年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如果这一对湾区夫妇的财产 他们的父母放在太太名下的呢 如果太太突然走掉 没有做安排的话 这个财产完全变成她的老公的 嗯 她老公 在娶新的太麻 这么快娶新的太太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可能一辈子的心血 只是因为怕遗产 或者疼孩子 把财产放到孩子名下 会不会衍生这样出来的问题呢 哎呦 超过50%的欠世会这样的 会产生问题的 所以除了税以上 遗产比正义好以外 大家现在不要忘了 花掉 告掉 败掉 离掉 臭掉 嗯 现在要多了一个走掉 对 好 可是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我们还有很多华人 在移民美国之前 或者自己现目前还有很多资产在中国 但是放在别人名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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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放在别人名下的时候 你先另外两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呢 是说 如果这个 你走掉了 对方会不会承认呢 那当然 非常likely 就不承认了 有人说 没问题 我放在我爸妈名下 但是万一父母走掉了 其他兄弟姐妹 或其他有的 会不会来 有机会来 哎呀 right 嗯 是不是 当这些问题 放到眼前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 很多事情要去考虑 这一类事情的规划呢 呀 要能面面俱到 然后又要有一个方法 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 所以呢 再加上我们还是讲的说 这一类处理问题完了 还有呢 你如果台南的孩子名下 高资产的孩子 要结婚的时候 这些婚前协议好签吗 然后再来 有人说用信托 信托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啊 夫夫都有一个共识 你的信托我的信托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我不管你的信托 你不管我的信托 然后你愿意给谁 你给谁 我愿意给谁 我给谁 嗯 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哇 Philip 问题可真多啊 那难道有solution吗 当然有 什么是最好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 短短时间 我们没有办法一句说 所以我们最近开始 推出一系列的讲座 就把这些问题都列出来 嗯 还有一个最大一个问题 戴婚的时候 怎么处理呢 还有呢 你保护自己的孩子 那后面结婚的太太又怎么保护呢 又怎么照顾呢 又怎么照顾呢 按照每一根不同的情形 来做不同的规划 完全有这个需要 我们也要知道solution解决的方案 那了解了法律 道德今天不说了 就是用真正的方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量身定做之后 能够确保万无医师吗 是不是这样子呢 那这个谜底 会不会在5月15号给我们揭晓呢 我们会在那一部分揭晓一部分 然后最近这一两个月 我们会在湾区也做一些系列的讲座 我们在4月9号 实际上有一个在这方面的讲座 还有呢 5月份也会做 所以请大家 对这些讲座有兴趣的 跟我们上一个人联络 然后来看看 有兴趣来参加 是这个免费的电话号码来参加4月9号的这场由Philip到湾区来的巡回演讲重头戏呢 电话号码是888-831-8868-888-831-8868 这个是实体in person on site的讲座right 是的 OK太好了 机会难得 希望大家踊跃take这个advantage 绝对给您的讯息是最完整的 并且这个讯息是绝对是最正确的 也包含了所有的solution 甚至包含很多律师和会计师 还有其他的financial advisor 都不见得知道的这些 您所不知道的这些理财规划的事情 好再说一遍888-831-8868 就是您报名参加讲座在4月9号的这一场座谈会的机会 谢谢Philip 谢谢你非常感谢 好的 拜拜 拜拜 KTSF26台皆娱乐曼谈周乐联合主办北加州最盛大的财经座谈会 2022KTSF财经嘉年华虎虎声微化投资 5月15号星期天于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盛大举行 邀请多位重量级各行业泰斗权威解读关系你我的财经话题 5月15号星期天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650-968-2000分机103或上网ktsf.com 在美国平均每年有超过80万的人有心脏疾病 或是不幸患了癌症中风等重大疾病 没有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对很多承受病痛中的家庭来说 在经济与身心上都扛着急重的负担 苦不堪言 别让自己成为亲人的包袱 最专业的泛语集团 888-831-8868 昌星珠宝CH Premiere隆重介绍 欧米加全新叠飞系列 推手女装晚表 融合现代新意及呈现经典设计 创新与美学完美兼备 彰显女性的自我定义 与天生魅力 相攥表圈 迷人风范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e Pala Alto Stanford购物中心 昌星珠宝Rebecca Lame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自身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完区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ame 您房屋买卖的平台 Rebecca Lame 408-720-6800 408-720-6800 张力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私生房屋贷款专家 她不仅总能提供最佳的利率 还可以解决各种房贷方面的疑难杂症 询问请致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网络媒会计师事务所专精各种税务查账 集合税务规划 海外资产申报等各类税务问题 二十多年专业经验 未明省税 电话408-998-1688 或网址至oneaccountancy.com GMCC万通贷款住宅贷款业务 新扩展至德州 佛罗里达 亚利桑那 全美二十二个州 总部位于湾区的华人 Dirk Lander 十万到五百万的大小个贷款 直接审核放款 欢迎致电GMCC专业贷款顾问 获得免费咨询 1866-GMCC-WAY 网站gmccloan.com 电邮info at gmccloan.com 欢迎有经验的贷款顾问加盟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周乐 这里是西谷华人电台 让我们来访问Long Consultant 张立 张立你好 欢迎你 立林你好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哎 现在让我想到一句开头语 我觉得非常的贴切 并且这个开头语八个字 还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用这个字来形容现在不断攀高的通膨 应该是最贴切的比喻了 并且看到持续上涨的油价 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已经成为各个媒体的头条消息 高物价呢也是大家每天关心的话题 因为高通胀直接影响到普遍民众的生活 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稳定因素 再加上目前战争造成世界局势的动荡 对于通膨还会产生更不利的影响 为了抑制通胀 联储局开始了加息的步伐 但是加息的幅度太大 又会减缓经济的发展 怕国家承受不了 那您作为经济方面的专家 是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对目前市场的总体分析 好的 前段时间呢 我们看呢 就是油价涨得非常快 全国呢涨到四块五了 跟几年前比呢 涨了more than fifty percent 这个是前所未闻的 当然油价涨的话呢 就进一步推高了其他商品的价格 所以呢 这个涨价呢 就像额外呢 给普通民众呢 增加一个很大的消费税 不管你买什么产品 你都要多交钱 跟这个收入没关系 所以这个对于中产阶层的人来说呢 打击又微沉重 因为你的收入不高 可是你的花钱呢 和资产高的 收入高的 也没什么区别 这个对于特别小的business owner来说呢 影响更大 因为他们在疫情期间呢 很多已经被迫关门 用了自己的saving去支持生活 saving用尽了的话呢 现在又受到高物价的困扰 而且呢这个高物价呢 都是基本上生活必需品 像食品的交通啊 这些是你生活不能缺少的 所以难怪我们上个月呢 就二月份出入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这个consumer price index 已经降到了十年最低 这就预示着呢 今年经济呢 就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因为你零售业降低的话呢 整个经济发展就会受影响 而且呢最近爆发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呢 它更是加剧了通胀这个预期 大家也知道 美国是对它的能源产生的 那个禁运的政策 所以呢 对于美国来说呢 就造成一些能源的缺口 对啊 对 那可是我们国内政府呢 还是采取一个极左的 这个方针政策 就是说 美国本身是有很多油田 这个政府上来呢 它就采取的 就是说把美国的油田禁止开采 把美国本来是一个能源独立的国家呢 变成了一号石油进口 这样来维持经济 相对于自己的经济主动权呢 甚至美国的自己国家利益呢 都交出去了 交给别人来控制 所以短期来看呢 这个石油的供给是不会增加的 因为我们不生产油 那切断外国的石油的进口 这样的话 总体油的供给是下降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那油价就跌下来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目前就是说 依靠增加能源供给 这个方法来解决通胀的可能性呢 算是不存在 那最近公布了 2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呢 已经增长到了7.9% 就相当于差不多这个通胀率 从上个 从1月份的7.5% 涨到2月份的7.9% 那现在战争爆发以后呢 那我想这个3月份的数据如果出来的话 那对于通胀率影响会更大 哇 所以呢 这个时候联储局 必须采取非常aggressive的加息政策 来抑制这个通胀的原因 所以加息0.25%还是比较 mild 不是非常aggressive 那很多市场 开始认为是要增加0.5% 那现在增加0.25% 也是因为大家对未来的 战争引起的整个社会经济的不确定性造成的 嗯 所以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今年要增加 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嗯好的 是的张力 那由于市场对于高通胀的预期 联储局决定开始加了0.25% 在今年未来的整年中间呢 他说可能还要再加6次 联储局如果这样加息的话 把短期的利率增加到 就等于是1.75%的范围 1.5%到1.75%之间 那这种幅度的增加 应该对控制通膨起到明显的效果 那我这么说当然就是有一点断章取义 一定要慢慢慢慢的才会看到这个效果 还有看到它的影响再来做适当的调整 那请发挥您的看法 是的 通常情况下呢 短期内如果大幅能提高利率呢 的确会一直通胀起到的比较明显的效果 但是这一次呢 情况有所不同 就是我们要探究一下这次通胀的根源呢 我们就不妨看一下最根本的供求关系入手 因为从市场的需求来看 实际上呢 就是整体的我们的市场存在一个人为的造成一个需求 人为扩大的这么个现象 比如说我们从2020年来看呢 那时候刚刚爆发疫情的时候 到今年年初吧 这个两年的时间里 美国政府为了稳定这个经济呢 实际是采取了一种 就类似于直升飞机撒钱的方式 大量的印美元 然后把这美元呢 直接发到民众手里 这就导致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 不是说市场上产品生产多了 而是市场的这个美元发多了货币发多了造成了货币的流动性 呈现一种泛滥的局势 所以形成了过度的一种这个扩大需求的这么个现象 那我们再从这个供给方面看 那情况呢又大概相反 政府呢 因为采取一些各种不同的政策 比如说这个疫苗强制令啊 疫苗Mandate啊 这样的话呢 人为的就降低了供应 然后呢 又因为是供应那么转缺呢 所以造成了这个供求双方 两部分的这个平衡啊 进一步的加剧就是失衡的这个现象更明显 嗯 特别是从这个能源角度 我们再说一下 因为政府上台呢 就是把这个加拿大到美国这个输入管道 就批送这个triplein整个给cut掉 不仅如此呢 就是美国现有的一些开采项目和未来的开采计划呢 也是被叫停 那主要是能源的依靠从外国进口来维持美国的经济 这样的话呢 就总量减少了造成油价的上涨 再加上这个供应量转缺呢 那就造成了这个供给不足 那进一步就是推高了整个能源价格 再加上现在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呢 让这种能源的供求释放的更加严重 即使我们就是面临这么大的这个能源危机呢 可是政府就是说采取的政策呢 还是按照既定方针办 就是没有让美国大批的石油工人 就失业这些工人呢 没有让他们允许他们回去开采 美国本来是一种比较低成本高质量的原油 所以呢 就是我们现在比较高这个通胀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是这种政策造成的 而不是天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我们是通过联储局加息来控制通胀 那样起到的效果就是比较limited 就是不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如果加息的话呢 的确会增加这个投资的成本 正常情况下呢 就会抑制这个过热的经济 达到以后抑制通胀的作用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通胀呢 主要是能源供给不足造成的 不是说需求过量造成 这是有本质的区别 所以也就是说一般的政府 你执行政策就是类似一种经验主义 比如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现在政府执行的政策呢 可以说是头痛一脚的政策 哇 张力您的观点和出发点是非常的犀利 并且是一针见血 那么如果高通胀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那对于股市会有很大负面的影响 那甚至也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投资行为 作为一般老百姓来说 钱都存成现金 那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了 在高通胀的环境之下 那应该怎么样采取更合适的投资方式 才能够创造价值 而不会让自己的资产缩水呢 是这样 我觉得在通胀比较高的这个不利环境下呢 绝对是不能以这个钱存成cash的形式 有句谚语就是cash trash 在hash inflation的状态下 那对于我们很多非专业投资人士呢 我认为最好的投资方式 也就是不外乎几种 一种是购买债券 就是这个government bond 但是呢 这个债券必须是和inflation adjusted有关系的 就是它会根据inflation上下浮动 它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也会浮动 而不要买这种普通 就是靠这个固定收益回报率的债券 因为固定这个收益的回报率 也会受到通胀的影响 这种影响呢 当然也会在负面上影响股票的价格 那股票能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也是非常非常有限 那只有对某些公司 比如说这个经营日常消费品的这种公司 它业绩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因为这种公司呢 它会把通胀造成那种涨价部分呢 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让这个消费者承担涨价这个成本 而他们公司挣的利润并不会降低 所以呢 这种产品呢 一般都是生活必需品 特别是这种生活必需品呢 在市场上一般消费的数量也不会减少 因为衣食住行大家都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Costco呢 Walmart呢 这类公司呢 最近在高通胀环境下呢 还是保持一种稳定的增长 最后一种 我倒是认为 最好也是最好的一种 还是投资地产 因为住房传统上呢 的确是一种长期耐用的 的自产 因为土地不是再生能源 长期来讲呢 土地一定是升值的 而且正常情况下 土地本身的升值就比 这个通胀率要高 其实我们看呢 就是在这次通胀开始之前 房地产市场一直需求量非常大 而且那个价格呢 还有即使租房的租金也是不断的攀升 那随着通胀的加剧呢 那房地产这种供求的失衡也更严重 继续呢 推高了房价 虽然最近贷款利率有所上涨 但我们要看湾区呢 地产市场依然非常火热 各种价位的出租房呢 因为我和realtor 我们平常有这种update 最近就各个价位出租房呢 还是出售的房屋 还是有multiple offer 是的是的 这种由卖方主导市场的平行 还是要持续下去的 这也就说明 就是说地产在高中状环境下 依然是投资热点 最近呢还是有不少朋友 要做这个cash out的这个反面 就是把拿钱出来呢 去投资地产 当然我们说呢 就这种投资 大家还是要看 就说是在经济发展 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如果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说联储局连续加息 然后步伐加的非常快 如果造成经济放缓 甚至出现经济萧条 这种情况呢 那地产当然长期也会受到影响 但是短期来看 那不地产所受的压力 还是挺不大的 感谢张力 朋友们如果您想要跟张力联络一下 讨论您自己的资产的配置 尤其是关于在贷款是每个人 最大的一笔资产的负债的总数来讲 那总是有很好的良方来解决您心里的疑惑 请跟张力联络 408-359470 3159470 或者是微信加张力的微信号 Letter字母的L11 数字的13591 字母L11 数字的13591 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您想在湾区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曾庆安 Stanley曾 专精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合作20年 不但熟悉湾区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 全新华屋 请速来电查询 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 Stanley曾 408-777-8900 好不容易找到新移的房子 房屋贷款可是关键 升起房店 利率优惠快速成交 哪里有 重新贷款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 再见 欢迎回来张力您好 收到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好我们言归正传讲讲贷款 张力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 房贷利率的最新动态 和听众朋友分享目前房贷利率的情况 好的最近十年公贷收益率呢 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 超过了2.1% 所以利率呢也在上升 我们先说一下呢 现在自住房的 no coin no cost refinance 虽然现在做这个refinance 已经不多了 我们只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利率呢 大家心里有个benchmark 比如说conforming loan呢 小于64万7的 那三行年固定已经超过4了 达到4.125 15年固定呢 已经达到了3.625 也许是arm rate呢 也都差不多最低要3.75 对于dumbo conforming呢 就是小于97万的贷款 三行年固定呢 和小loan差不多也是4.125 15年固定也similar3.75 新年呢也差不多3.75 五年呢再低一点3.5 对于大额的dumbo loan的话 超过97万的贷款 30年固定的利率 稍微低一点是4% 那7年呢也会稍微低一点是3.5 那大家可以看出来 现在30年固定的利率 已经升到了4% 最低的7年呢也有3.5% 那对于买房贷款的利率呢 我们公司还有一些比较好的special rate 比如说要买自住房的话呢 有一个special的5年的arm 最低还可以做到2.625 哇好低 也没有point 对这个lender是special 但是未来就很难讲 它是多长时间能maintain这个低的利率 对于出租房来说 如果做5年arm呢 也有一个很不错的program 只有3.25 就是说未来有机会再做refinance 7年的利率呢 比5年一般高0.375 比如说自住房呢 7年还可以做到3% 这是我们现在说的都是purchase zone 买房贷款 也没有point 那10年arm呢可以做到3.25 如果对于某些体要偏保守 不喜欢风险的人 那10年arm是个30年固定 非常好的替代产品 因为过去在美国 几十年的这个历史上呢 一般经济呢 每7年就会有个调整时期 当经济出现停滞 甚至衰退的时候呢 市场利率就会下降 所以呢 将来做10年的arm呢 在未来10年之内很有机会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呢 利率低的时候呢 再重新做refinance 我做的这个贷款将近20年呢 还没有见过哪个人在10年之内 没有机会做refinance as well as 你的收入是够的 对 而且现在买房贷款呢 拿到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利率呢 我们只要求20% down就可以 贷款额可以最多做到300万 20% 然后呢 我们一般都是在三线之内就可以close 嗯 好 现在固定利率都已经涨到四字头了 arm的房贷的利率应该是首选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特别是现在大多数的贷款都属于买房贷款 低的arm的利率会帮助到很多客人有更高的购买力 和低的月供 这样子呢 就和以前的利率低的时候 固定利率的月供差不多了 这对于收入高贷款额高的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听说贵公司各种贷款计划非常丰富 不同背景的贷款人都可以找到 合适他的一种贷款计划 是否再介绍一下贵公司 还有哪一些特殊的贷款产品 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呢 好的 我第一个还是介绍一下这个buy without sale 那这个贷款计划呢 适用于换房的朋友 因为在湾区很多朋友换房的话呢 从小房子换到大房子 又不想先把自己住的房子卖掉 那这样的话面临的情况就是说 可能手里的守护有可能不够 因为自己的equity都在目前的房子里面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从您目前的房子里呢 申请个line credit 然后呢拿这个line credit做当配 这样守护就够了 但是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您的收入可能又不够 就是deft income ratio有可能高 因为现在的房子上的贷款 再加上先生讲的line credit 这个DTI可能就超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种program呢 可以把现在的房子上所有的expense 不管是现在的mortgage 新的line credit再加上 property tax insurance 都已screw掉就把它全部算零 这样的话呢 贷款的收入是需要用来cover 叫买房子这个贷款 然后我们by without sell这种贷款呢 就是来满足这个需求的 还有一种贷款 就是这个program呢 可以提高总体的收入 这是第二种 就是说我们现在谈到 现在有不少买房的方法呢 都是有RSU的收入 RSU就是股票的收入 然后一般拿个RSU呢 分四年vesting 每年是25% 以前的银行要求呢 您必须在目前公司工作 两年以上才能赚RSU的收入 如果过去两年换了公司的话 那RSU的收入就不能赚了 你只能用你的base salary 那我们现在有的这个lender 放松这个条件 只要您在上一家公司 有这个RSU的收入 然后在现在的公司呢 工作即使不到两年 也可以赚RSU这个股票的收入 这对于过去两年新换工作的人来说呢 就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你的整体收入就提高了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色的产品 比如说您可以买个第二个自助房给父母住 然后可以还算做自助房 拿到按自助房的好利率 还有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个贷款人的信用分数非常低 我们可以把两个贷款人的信用分数呢 做平均 这样就达到了 所有银行的这个贷款 要处的信用分数 对 还有就是如果您的贷款在其他银行做到一半 没法进行下去 我们呢可以帮您马上转到我们这边 很快三千之内就可以拿到这个loan的approval 因为我们是in-house underwriting 对in-house underwriting 我们可以rush 并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您以前做过的估价报告呢 还可以转过来用 一般来说现在买房 花时间比较长的就是这个估价 因为估价一般要等一周以后 它才会约上估价 是可能甚至十几天才能拿到真正的报告 所以呢我们就是如果把它转过来的话 那你就省去的再做估价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各种产品是非常丰富的 不同背景的贷款人的确可以在我们这里找到 最适合他的一款贷款计划了 好的谢谢张力的介绍 如果贷款人的收入不够高 或者是自助人士的收入不稳定 没有办法做直接查收入的贷款 有其他补救的方法来完成吗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类特殊的贷款计划吧 好的我们有几种啊 我现在就简单说一下有两种到三种 一种就是asset decision 就是呢我们可以把您的资产存款都转变成收入 也可以做查收入的贷款 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用到的 比如说资产可以用到股票 或者是你的money market cd 还有其他一些投资账户 对于退休人士呢我们就可以用您的401k 和air account这个资产呢来convert成收入 比如说最近我们close一个贷款呢 就是这个客人他收入不高 完全用收入的话是不够的 那他呢要买个房子 你这必须得close 他甚至想到借hard money loan 因为hard money的话很快就能close 但是hard money loan呢要求的利率 差的利率非常高 一般都至少8个percent 有的甚至9个percent 而且还要交至少一个point 有的甚至两个point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要带一两百万的话呢 就得交两三万手机费 而且这个钱是一次性交出去的 那我们呢就给他介绍这种asset deflation program 正好他的股票股票上面有一些资产 然后这些资产呢就结合他的个人的收入 就达到了一个差收入的贷款 所以呢就帮他拿到的利率还不错3.5 没有point 而且我们暗示给他close了 另外一种program简单介绍一下 就叫bank statement program 那这种贷款呢主要是针对business owner 就是您只要是银行有流水账户 我们可以完全按照销售额的记录来算 不用看你的tax return 不用看w2 也不用看任何其他的pay stop 所以这种完全按照销售额记录的情况来算呢 也是非常popular的 还有就是对于个人来说呢1099的收入也可以 对于投资人来说 如果您没有工作 我们有一种非常简单的program 只要25% down 我们就可以拿到贷款 不需要查任何工作 这个是最简单实用 但是只适用于买投资房 嗯 好的 哇听起来GMCC万通贷款 实在是资源非常的丰富 要贷款就请致电张力 来跟张力商讨一下 电话号码是408-315-9470 315-9470 或者是微信号的ID 张力是字母的L11 数字的13591 L1113591 感谢张力 祝你晚安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 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 好的 看任何收入资讯 请致电叫码 408-858-3198 408-858-3198 奖请请致电德里扬地产 650-785-5822 650-785-5822 650-785-5822 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 徐安林医学博士 讲解过敏性哮喘的症状诊断 以及治疗的方法 上海一号推出春日必吃江南风味 特色菜肴 专注品质 美味传承 欢迎品尝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动贷款 超市照 分享刺雇人士和小企业雇主 如何准备买房投资 4月16 17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 徐安林医学博士 讲解过敏性哮喘的症状诊断 以及治疗的方法 上海一号推出春日必吃江南风味 特色菜肴 专注品质 美味传承 欢迎品尝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动贷款 超市照 分享自雇人士和小企业雇主 如何准备买房投资 4月16 17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Nexreal 帮您扫着搬进贵心的家 让您卖房经历轻松愉快 为您提供全面的高质量地产服务 团队作业 快速到位 Yes Nexreal 房屋市场太微妙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抢账 本公司买一卖买买买其贷款 给您了解财衣 搭得低 买得高 带本做得快又好 整选手心 都已消 今上次买买买买其贷 买买买买买买 这次买买买买 真可买买买买 做得好 学生的数学呢 买买买买买买买 今后五出七张 惠名博士业余清皇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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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人生财税有道系列节目 我是随约国际税务和财富管理的杰明健 最近大家都在报税的冲刺中 那有些房东呢来咨询自己收的定金 预付的租金是否要进入当年的收入呢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提醒一下 常见的收支的税务规则 那对于预付的保费 比如说房屋保险 如果提前一年呢支付了保费 那么不能直接在以小的年度扣除 而是要根据相应的年份呢逐额扣除 那对于择旧的费用 如果呢房子没有租出去 没有租金也可以扣除房屋的费用 是包括择旧 那对于points点数 提前支付的利息呢 费用不可以在当年全数的扣除 而是根据贷款的期限呢逐年扣除 那对于提前收到的租金 都要在当年呢进行确认 那无法收回的租金呢 是作为坏杖来处理 那因为出售而闲置的出租的物业呢 没有出租钱呢 那这个费用呢是可以扣除的 但是开始的进入出售的阶段 那费用呢是不可以再扣除的 亲戚朋友 在最近呢合法合理结税的同时呢 请不要忘记开源截流 最近年轻市场热闹疯狂 有送各种高额红利的即将截止 有保证高额的复利十年的 有送双倍的家庭照顾退休金等等 想提醒大家 每个promotion后呢 都有这个计划的优势和局限 请一定要了解清楚再谨慎加入 否则呢 Servant Charge非常的高 想要写税务 或者是对比各种年金的利盒币 自行的约电话是 877-253-82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报税与年金节目 我是紫月财税的杰尼茜 共助您财富最大化 税务最优化 东风吹战鼓雷 税务投资您找谁 当时国税局注册税务师 和百万元桌顶级理财师 杰尼茜 我是王力医生 多谢杰尼完整税务规划 让我的财富结税最大 资产增值最强 我们是工程师 多谢杰尼完美退休保险计划 可早日实现时间和财富自由 我们是房东 多谢杰尼房地产投资结税策略 省税友方 安心放心 卓越人生财税解码 卓越财税 杰尼茬本周末讲座 报名 877-253-8288 877-253-8288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演唱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